然后是四款我精挑细选下来 我觉得是我会去反复回购 并且真的很不错的饼干 是这四个 这个的话 其实我之前有提到过 就是这个咸蛋黄饼干 这是原味 然后这个是黑胡椒味的 因为我上次去超市的时候 原味的卖完了 只剩只有有这个黑胡椒味的 我就尝了一下 它就是在这个基础上 加了一点黑胡椒的味道进去 还是不错的 但是我个人会更加喜欢这款原味的 它这个里面就是这种 一个一个独立包装的 是咸口的饼干 如果你喜欢咸蛋黄口味的话 我强烈推荐可以去试一下 还是很不错的 然后它的饼干体就是比较干的那种 不是那种湿润润的 所以一般像平时就是吃完一两片之后 不太会去说停不下来的去吃 然后这个 这个一定要去尝一下 如果是抹茶 如果是抹茶爱好者 一定要去尝一下 这个抹茶饼干实在是太好吃了 它就是长这样子的 然后中间是有一层抹茶加心的 因为我个人我其实是不太喜欢吃这种加心饼干的 像奥利奥 我只喜欢吃奥奥 我不喜欢那一层里 但是这个真的就是 把它掰开的话 它里面就是这种 有一层很厚的抹茶加心的 然后它这个抹茶的加心 我觉得真的做得很好很好 我可以单独吃这一层抹茶的加心 而且它这个饼干就是很脆的 谢谢视频